解决台湾问题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 是中国共产党 实之不渝的历史任务 是全体中华儿女的 共同愿望 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和九二共识 推进祖国 和平统一 进程 包括两岸同胞在内的 所有中华儿女 要合中共济 团结向前 坚决粉碎任何 台独图谋 共创 民族复兴 美好未来 中国人民 也绝不允许 来势力 欺负 压迫 奴役我们 谁妄想这样干 必将在十四多亿 中国人民 用穴肉 铸成的钢铁长城面前 碰得 偷破血流 任何人 都不要低估 中国人民 捍卫 国家主权 和领土完整的 坚强决心 坚定意志 强大能力 解决台湾问题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 是中国共产党 实质不渝的历史任务 是全体中华儿女的 共同愿望 要坚持 谢谢 這是臺灣當方面的事情 關鍵的鑰匙也在中國手上 對臺灣文攻武嚇 對兩岸關係並不會有什麼幫助 我們國家安全是不能休息的 因此我們特別在過年前戲 召開國安高層會議 針對各項震災發展中的 國際及區域的情勢 我們做了交換意見及討論 明天開始就是農曆春節年假 也是國家安全 但是我們國家安全是不能休息的 因此我們特別在過年前戲 召開國安高層會議 針對各項震災發展中的 國際及區域的情勢 包括臺美關係 區域安全 以及全球疫情的後續發展 我們做了交換意見及討論 今天的會議有四個主要的結論 要跟國人同胞來報告 第一點是臺美關係依然穩定 並沒有因為美國政權更替受到影響 美國拜登政府就任以來 臺美關係持續的穩健發展 大家都從媒體報導看見 無論是小美群代表應邀參加的就職典禮 或是國防部長奧斯汀在國會聽證上的承諾 確保臺灣防衛的能力 更不用說國務卿布林肯在聽證會上的發言 在在都顯示 海美雙方在交流合作 不會因為政黨輪替而有所變化 我們也注意到這段時間 美軍基建多次以執行自由航行任務 展現美國對印太地區安全線上 遭到挑戰時的明確態度 3D新聞網 臺灣前三大新聞網站 影片累積觀看數超過30億 94要客訴 2020海美四次大選 蟬聯發燒影片第一名 人生驚嘆號 臺灣最溫暖正能量的人生故事都在這裡 訂閱3D新聞網YouTube頻道 並且按讚開啟小鈴鐺 國內外大小事 下載3D新聞網APP 即時新聞不露接